1600新经济,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台积电 因为在上周五公布营收之后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股也同步收高 所以外界现在聚焦在今日的台股表现 我们赶紧请浩婷带大家了解 谢议论,观众朋友,手上有台积电的股票吗? 即便是这个零股,很多人今天都笑了 因为台积电今天收盘是大涨了14块 收在571元 刚刚议论提到的台股有利多 能不能够在这个礼拜就扣进了万七这个关卡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 其实在今天的台股部分 今天收涨156点 收在16839点 占上168了 那么成交量也来到了健康水位2813.6亿 三大法人同买买超182.67亿 包括了像是这个全职股的全王台积电 还有像是IC设计的龙头联发科 涨幅都超过了两成 所以我们先来看 今天在这个法人圈有这样的预估 说台股包括上市跟上柜 全年的获利加起来 上看三兆元连续三年达标 而且基本面也恢复了成长的动能 包括今天开法说的有华硕 还有包括明天要开法人数秘会的也有鸿海 那么左边我们先来看看 过去已经发生了几个比较好的讯息 像是台积电10月份的营收就创了单月的新高 来到了2432亿 特别就是在美国股市这边的ADR 10号那天大涨超过6% 所以也激励了美股四大指数收扬 那么外资现在重新看好 智慧手机未来的动能是不是复苏了 而且现在法人圈也有开始在预估了 就是上调了各个这样子一个公司的单级获利 因为已经进入了第三季的财报密集公布了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礼拜台北股市能不能够站上万期关卡一轮 好同样后市看涨的 还有对台积电先进封装的需求 因为传出灰达苹果等大厂纷纷追单 设备厂也同时沾光了吗 我们再请浩婷说明 好我们来看 其实台积电真的很厉害 这个Coors的先进封装制程 现在好多人都想要来沾光 而且客户大追单 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 Coors的先进封装是一个什么样概念 你去想想看 你把这个晶片堆叠 而且立体堆叠 然后减少了功效 当然它的效率就比较好了 所以汇达很聪明 上个月就提早多下单 目前台积电的先进封装的这样一个头片 其实汇达就占了60%大客户 当然除了NVIDIA之外 超微还有包括苹果 还有包括博通 以及麦威尔都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所以就追单了 我们来看看现在有什么样预估 产能当然会往上跑了 另外一个部分 明年的月产能 很可能比原先的目标 增加20% 达到3.5万片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设备厂如何沾光呢 因为台积电你如果要扩充产能的话 设备厂要帮忙供应机台 甚至还要多帮忙做一些事 像是在红素以及星云这边 做的就是失智城了 晶圆的清洗机台 它要来供应 还有包括万润 它做的就是光学自动检测 这个都是很重要 下半年营收成长 甚至手上的订单 已经看到了明年的上半年 营运吞到了大补丸 所以今天台股的大涨 也跟台积电有关系 带动了相关的供应链 那么现在其实呢 因为这个部分市场很甜 所以半导体厂也来抢商机 我们知道台积电的劲敌就是三星了 它没有生产这个记忆体的竞数 的确是这样 英特尔呢它比较不一样 它不用系来投入这个战场 它是用玻璃机板 但是成本也是比较高 预计2026年就要来量产 那么在国内厂商部分呢 其实也看到联电 吸手供应链 也想要加入了这个 先进封装的大战场一轮 好我们最后要来关心的是房市话题 政府打房的效应是持续发酵 有什么状况可以来做观察呢 好听 的确政府打炒房 而且呢银行在放贷部分 其实也比较严格 刚刚一轮提到了这个 新建户缓慢开工 其实六都都有这个状况 而且比率非常的高 精确的数据我们来看 说是算到今年的第二季结束 六都的建案 延缓开工户数多少 15450户 而且它的占比是占 建造合法比重的65% 也就是说当中有6成5 大家都说我缓一点开工了 很可能延到4年或是5年之后 其实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四大冲击 国内缺工 原物料大涨 钢筋水泥都贵 政府打炒房 还有最重要的 银行紧缩放贷 所以很多人怕说 我如果买了这个房子 贷不到款怎么办呢 当然啦 品牌力比较强的 建商没有影响 其实呢 影响到的就是品牌力弱 还有市况 现在是比较保守的 一旦动工 建案大笔的资金就要支出 杀伤力是比较大的 很多人都放在明年的大选之后 再看看吧 所以这是建在国内的房市 很多的建商去申请 延缓开工了 这是今天的财经数据报告 到这边 那么也邀请观众朋友 赶紧立刻下载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